Lun Sang 瓶雕 皮雕的過程是一次性的 從落刀的那一刻開始 就注定是無法回頭 我們也要對每一件事變得非常認真 對身邊出現的任何事物 都要有一種敬畏感的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都很喜欢一些带有时常感的东西 而且自小我都希望 我身上用的一些配色 包括配件 它都是能够非常之特别的 皮雕是一种实用的美术 它是能够将我们的作品 做完之后是能够挂在身边 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自然的 多谓皮雕是以刻刀和印花工具 这些工具在皮隔上面进行一种浮雕的创作 它是皮隔上面的一门装饰技法 而且是最古老的 皮隔的出现就是作为一种身份的体验 所以从单身之初 皮隔其实属于一种贵族文化 最早它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移战之后就传入了日本 然后日本就带到台湾 近几年才传入中国 最近我又创作了一款新包 我又将这个包起名为一柱擎天 我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去年 在意大利米兰广场被周围的罗马柱所吸引 这些罗马柱的顶部 它是呈现一种道中的营造 而且周边有很多一种卷草文养在装饰它 我就觉得它这种对称的卷草文养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汉代的云气文 于是我就用南粤王朝的这种云气文 去重新演绎和设计它 之所以起名为一柱擎天 的意思是指擎是指托起 一柱擎天是比我们人的脊椎 就要像罗马柱一样 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 这样才能够托起自己的一片天空 裁好料之后就可以开始雕刻 雕刻亦是分为一个步骤 首先就是要画好想要雕刻的草图 画好草图之后就可以将这个图 印在皮革上面 也就是俗称的踏图 踏好图之后就可以开始刻刀线和刻印花 在皮革上面你想刻画出特体感 做出浮雕的感觉 最后就要靠修饰线了 这个是体现整件皮雕作品的画龙点睛的关键 在雕刻完成之后就可以对皮进行防染和掩饰 最后就可以进行组合 在我看来手工其实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态度 它绝对不是一种形式化的意义 因为手工它的背后是人在做的 人它不同于机器一样 它是没有精度之分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很硬性的标准 去要求手工的作品要做到怎样怎样 因为即使同样一件作品 我用手工去做它 做两次 它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一门手艺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真诚 都是要民心无悔 因为只有这样 你的作品你才能走得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的声音